他是极创作与演奏于一身,极富个人魅力的音乐家,他在1986年获第一张激光唱片《肖的世界》获金唱片奖,他曾为局斗、霸王别姬等经典演示作品配乐,他是被誉为中国敌王的肖敌演奏家张伟良。 多年来,他不断拓宽、创新,从东方美学的角度探索在新时代民族乐合奏形式的可行性,今天他将带着他的学生为我们讲讲笛的这件乐器。 笛,这个乐器有了八千多年的历史,今为止,也是留存保存的我们诗词,文献是最多的一件乐器。 在河南武阳县贾湖村,那边出土的笛子,那么就有八千多年。 自古到今天来说,历代文人雅寺,给我们为一个笛,这个乐器,留下了无数赞美的诗篇。 这个口叫笛,这个笛,我们统称叫笛笛笛笛笛笛笛是什么呢? 它是从取字的颅尾。 好,往正往上。 有没有发现,指法一模一样,可以做这个乐器,它跟其他乐器不一样。 一个音孔,可以做好几个音。 它变化很多,可以。 音乐 一模一样的旋律,以不同的装饰,完全就出来了不同的风格。 最常用的,我们说取笛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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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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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迪肖乐器留下了无数的美妙的精彩的诗篇 中国的传统文化 或者反过来说迪肖乐器已经成为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支七八 我们上一期里讲过 第一次最大的不同 我们和西洋乐器的最大不同 我们风格之多 流派之多 因为我们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 也就是说不同的民族有它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语言伴随着它的不同的文化生态 那么我们的每一方水土有一种每一方的文化特征 那么也就是说这样的文化特征 我们在笛字音乐里边它是怎样来呈现的 所以这一个我们当然应该要从二十世纪开始说起 足笛乐器在以前在上个世纪之前 基本上我们就是从记载上来讲没有独奏的 它一直是作为戏曲的伴奏 作为宫廷音乐里的一个声部或者叫做诅咒 甚至是其中的一员 那么一直伴随到后边戏曲的伴奏 到了清末明初的时候 我们足笛乐器 比如说我们说广东汕头潮山地区的潮州音乐 广东音乐 客家音乐 上海江子书浙江安徽 等地的江南诗族 还有长安古乐 包括我们在戏曲的向西北的琴枪 到内蒙的一些长调 都无不离开我们的笛子的存在 也就是说足笛笛这个乐器 它在任何的环节里头都有它的存在 都有它的影子 那么我们说前面是读咒 不存在 没有 给戏曲伴奏的乐种 清末明初 那么现在真正的记载 也就是五十年代初 也是由我的 在大学期间的老师 冯子春 冯子春先生出生于1904年 它是生长在一片华北地区的民族音乐 非常丰厚的土壤上 它的生长地也是河北和山西的交界 叫做阳源县 在地图上看 它是在地图的梁省交界的那个缝上 那根县上 那根交界 那么再往上走 往西北走 就是内蒙 在我们说 就到了我们的山西 那么那个地方 存在着一种古老的乐种 我们说曲种 叫二人台 二人台这个音乐 是十分的有特色 我认为 这个乐种 是可以代表 我们黄河源头 黄河文化的结晶 黄河文化的精髓 那怎么讲黄河文化的精髓呢 因为我是生长在长江 我工作 我学习 我是喝的黄河水 所以我说长江与黄河 两者决然不同的文化特色 文化特征 文化生态都不同 但我觉得 有一个 我们都是一样 都是通的 不管你黄河还是长江 什么 水 黄河也好 长江也好 都是水 都有水 水 它是什么 它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支柱 一个核心 我在四十年前 来北方 我根本实在接受不了 北方那些个敌子 怎么讲 吵死人了 兼得了要命 这个关键都吵死人 因为这个 北方的我们前面讲过 邦迪 是吧 邦迪 邦迪不就小吗 小不就小 又 尖 这个声音比较响亮 高亢 那北方人的讲话 对吧 我们说 一匹马 马 那无地文化的人 马怎么讲 它往下着 母 母 马 母 那完全两个概念 一点没关系 所以说 对这样一个文化环境 一个文化生态的人来说 对我来讲 那个时候 我十分是真是感觉到 太不同 语言听不懂 这个带口音的 但我觉得 它很奇妙 吹笛子怎么可以 手上在这个笛子上 转来转去 怎么玩 都能玩得通 这还不说 关键那个笛子声音 我通过半年以后 我琢磨出来 他的笛子的声音 就像他在讲话 所以我说 音乐与语言的关系 我就思考 比如说吧 三西大同仁 我们说二人台的地区的 吃饭 吃饭 很有意思 Intelligence 我们在这中介融 我的 面 木 似人 Jadi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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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 它如果说 直接呈现出来 我们说 像外国长笛吹 你会觉得一点不好听 甚至有点呆傻 它里头要装声音要加满 那么为什么要加 它这个文化就这样 刚才说过的语言 那么我说风景自然 如果去过苏州的泽政园 苍郎亭 这个公园占地名字非常小 因为原来都是居家的 就是人住在里边的居家的一个宅子 但是你看到对面 五十米 你走到那里 应该是二十秒钟 三十秒钟 你可能五分钟走不到 为什么 它走去桥 桥是弯来弯去 弯来弯去的 假山 短短的假山 你转进去转半天转不出来 小巧玲珑精致 所以 它的所有的 包括它的语言 它的文化 它不是直接跟你讲的 一种意运性的 让你要去琢磨的 所以这两者是很不一样 所以它的音乐也带来了一些个 巧的东西 装饰性的东西在里面 我们再来听一下 刚才我说的 我两遍对比 这一句 好 我说我们把手法加进去 第一句里头 多少装饰性的东西 所以很多的 外国一流的音乐家 比如像英国爱乐首席长笛 萨姆 前两天来北京演出了吗 演完了我们在一起 我送了他这笛子 他从头智慧 什么节目都没了 就抱了笛子在那里吹 我吹了几句 我们的学生吹了几句 他从头一个晚上 四五个小时就抱了中国弟子 他的太难学了 十分奇妙 但是我们听他们刚听完他们的音乐会 是吧 特科夫斯基的 罗密欧朱利耶 夏斯特科夫斯的 杰尔西区 但我们觉得 他们的东西出来 非常华丽 非常震撼 但是我们的音乐 我们有的 有的我们 我是老师嘛 我是教了几十年的学 学生们觉得 我们这个有的时候 自己不自信不喜欢啊 甚至有的犹豫啊 有的徘徊啊 事实上我们的精彩点 我们的音乐 我认为 中国音乐跟人更近 与人啊更近 所以那位英国管轩乐团的首席 对吧 他说这个乐器 太难学了 我吹响 三分钟就能吹响 因为我们是一个家族的 一个体系的 都是狄啊 不同的 所以我们中国的狄子 十分的讲究 它的装饰 装饰中 它也就是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宗饰 古代的 现代的 一截竹子 吹出多少文化传承 广东音乐 江南 思族 长安 西北的琴腔 到内蒙的 一些长调 到无不离开 我们的笛子 天南的 地北的 不同的方言中 表现着怎样的第一性格 音乐与语言的关系 比如说吧 山西大同仁 我们说二人台的地区 你今天干什么去了 你这台 那书中 无语方言 你去做少 我很生气 要给你两只耳光 把那两只 你光大大 文化试点 文化公开课 和张维良一起 聆听竹音 他是极创奏于一身 极富个人魅力的音乐家 他在1986年 灌录了中国第一张激光唱片 《萧的世界》 或金唱片奖 他曾为局斗 霸王别姬等经典影视作品配乐 他是被誉为 中国敌王的 萧迪演奏家 张维良 多年来 好 那么刚才讲了 二十世纪两个重要的 我们说笛子发展的 这个脉络 一个是 十足风格 一个是 二人台的 好 我们先 我们请同学 表现一段 北方文化的 二人台的 音乐的特征 在笛子上怎么存现的 我们请同学 进行表演一段 二人台笛子曲 大约 二人台笛子 二人台笛子 四位 一人台笛子 八尺小学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所以这个故事要说起来 前辈冯子春先生 他是 他的乐曲 都是令人开心的 让我们快乐的 我说几个笛子曲 万年红 挂红灯 祝贺 喜相逢 等等 拉灯 都是飞跃的 所以在中国第一届被工人为 一个冤笛 吹成喜笛 因为古代我上一集里讲到 古代笛子更多的描写伤感哀怨的 那么冯子春先生 他把笛子成为那个喜气洋洋 精神饱满 音乐高亢明亮 那么也被砍称为中国历史上成为无奏的乐器 所以说这个风格 令人十分的喜爱 因为他我们说扎根土地 接地气 今天的人说 接地气 所以他可以生生不息 那么我们接下来讲 刚才讲的南方的江南斯族 江南斯族这个音乐 我们应该说比较盛行是在三十年代 二十年代 这个时期 在上海的大街小巷 文人雅寺里 到处都能听到这样的音乐 那么主题也是最重要的 第一 他声音大 江南斯族这个乐 总的合作的乐器是什么 二胡 琵琶 杨琴 笛子 这几件是最重要的 那么其他都是秤电 二胡和笛子 两个伴随着两个枪 两条线 后搏 之奇妙 我们说 叫做你剪我烦 所以这些音乐的 我们说灵魂 是我们中国的传统 另外一个特征 这些音乐 我们说玩这些音乐的 都是大家闺秀 都是有文化的 我们说文人雅寺 不是像今天 有些小朋友 咱去走那头 过独木桥 创造的文化 有内涵的 不是匠人 匠人干了艺术 艺术是十分的彻底 十分的真实的 真诚的 所以说 从事这个行业的 都是写字 书画 绘画 我们叫琴棋 书画 都会 那么我们说今天的 我们从事艺术的 包括我自己在内 包括我们的学生 就是优秀的 我们传统文化的脉络 在学习 在发展 在研究 下面 中的经典名曲之一的 这一段欢乐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和刚才的北方的二人台的 漫年红和这个欢乐歌 我们说都是一个欢乐 一个红 都是一个欢乐 都是开心 但是表达方式完全不一样 如果说 这两首曲子 有别人 有那么个三五个人 两三个人 给他一称电 是十分优秀 十分精彩 完全 你听的感觉 完全就不一样了 是前面讲过 我们的音乐就是 传统上来讲是 一根旋律 下面跟你配合的人 你简我烦 好 那么我们中国的文化 简与凡 取与直 是义与阳 这个强与弱 等等 有几十个 我们中国文化是后者为主导 而不是前者 我们是一种意义境 意义是这个意运 我们讲究的是 像在音乐是听后面 像我的老同学 叶小根先生讲的话 那就是装饰嘛 所以说我们的音乐 我们的文化 是我们是非常之独特 一方文化 一方语言 一方语言 一方装饰 在我们的笛子里头 他是极创作与演奏于一身 极富个人魅力的音乐家 他在1986年 灌入了中国第一张激光唱片 《萧的世界》 获金唱片奖 他曾为局斗 霸王别姬等经典影视作品配乐 他是被誉为 中国敌王的 萧敌演奏家 张伟良 多年来 他不断拓宽 创新 从东方美学的角度 探索在新时代民族乐合奏形式的可行性 今天 他将带着他的学生 为我们讲讲笛子这件乐器 古代的 现代的 一截竹子 吹出多少文化传承 广东音乐 江南私足 长安古乐 西北的琴枪 到内蒙的 也是长调 到无不离开我们的笛子 天南的 地北的 不同的方言中 表现着怎样的第一性格 音乐与语言的关系 比如说吧 山西大同仁 我们说二人台的地区 你今天干什么去了 你今天就干啥了 那苏州 无语方言 你去做少 我很生气 要给你两只耳光 把那两只耳光打打 文化试点 文化公开课 和张维良一起 聆听竹音 我们接下来 二十世纪 还有两位 刚才前面讲的一位代表人物是 冯子春先生 他是我们的一代宗司 刚才的江南私足 我们是另外一代宗司 也就是叫陆春林先生 他是一九二一年 出生在上海 那么 今年高寿 多大了 九十五周岁 还可以登台 看音乐会 吹笛子 还经常坐飞机 前不久 没多久 这上个月 坐飞机到大连去演了 所以我前面说的 吹笛子 身心健康 我们说 他为什么 能够如歌般的 来 欧歌 你的追求 你的理想 你的美好 你的一切 那么 他这个风格 当然是我们在 二十世纪 我们小的时候 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刚才我们说的陆老先生 那么下面 我们再来一位北方的 叫刘管月 就是吹管月的管月 那两个字 你说 这个名字也够直接的 那小的时候 爸妈一生出来 喜欢什么 可能吹管月 吹个管月吧 那就名字就管月吧 因为这些都是祖传 很有可能家里就是一个吹鼓 吹鼓班 是吧 一个班子 那么刘管月先生 他在河北 出生在河北 河北是民间音乐 非常十分丰富的地方 那么他主要特征是什么呢 是河北吹歌 他的特点是巧 相当于什么 我们比如说 在北京生活过的人 就是说 这哥们 就能够逗乐 你比如说 让我去逗乐 我逗不起来 你跟我逗乐 你别想 我逗不起来 我现在都是 一板一眼的 要给我说清楚 你比如说 这个 我觉得是非常凸显的 是十分的 不易的 那么 我们先下面 我们请我们的同学 演奏一首 刘管月先生的 卖菜 有没有发现 这个标题 那个年代 都是跟你的 要么开心 要么 这个生活上的事 卖菜 你卖了菜 才能有钱 才能生活 所以 那个年代就是这样 所以跟现在 可能这样的题材太少了 是吧 因为现在 你因为不会去卖菜 你可能去买菜 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所以一上来 那个音乐 它就是 像 这个 一个 农村 清城 一个农夫 挑了那个菜农 挑了那个担子 那个扁担 来 到后来 到最后 叫卖掉 一喊 卖吧 那可能就一收 开始 它的卖菜 叫卖掉 开始 所以我们下面 请同学 先聆听一下 刘管月先生的 卖菜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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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是你民族的 它是你自己的血液 它是你的文化 离你最近 我们咖啡也能喝 我也喜欢喝 但我天天喝咖啡 我还是会想茶 我天天喝茶 我未必会是 可能忘记了咖啡 所以中国音乐 相当于伴随着我们的血脉 伴随着我们 这支笛子 八千年 所以往下面 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 还得介绍 我们的刘派宗 带出了我们的故事 带出了我们的文化 还有一位 是赵松廷先生 那么 他是 在民国时代的时候 他是读的是 考上了上海法律学院 读的是法律 读到一半 逃走 我要学笛子 因为他们是一个大家族 那个年代 能够去读大学 能够考上很好的大学 一般的太不容易了 但是恰恰 偏偏大学读到一半 离开 来吹笛子 所以我把它 归纳为叫做 吹笛 是由业余而部落专业 赵松廷先生 是一个文人心态 文人派头 文人思维 他给中国足迪 与前面指挥不同的 就是他注重教育 培养人 注重文化 我们小时候跟他学的时候 他一说起来 搞音乐艺术 要懂得十三门学科 文史 哲理术 理化 等等 生学 力学 美学 等等 那时候听的天方夜谭 听不懂 但我们现在自己 也这个年龄 我们也处在研究 研究 教学 创作 发现赵先生 高占元祖 我下面 演奏一个 小的片段 为大家演奏一个 赵先生的风格 他的风格特质是什么呢 是浙江 这个流传在 金华地区 东阳一带 那块地区 有一条雾江 雾距 雾距 它属于高枪类的 包括少剧 我们说少兴 浙江 也是 那么 从何来 说我们说是 吴越文化 它有这么大的 这些风格 产生在那里呢 那我 我的分析 各 都在浙江的 临安的缘故 有关 所以说 赵松廷先生的 气脉音乐 是北方的 但他的手法 他的音乐的处理 是南方的 我下面演奏 那个段子 是二樊 是南方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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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